连续的零确诊 让闷坏的民众都选择走出户外踏青 而在这个周末 花莲东大门夜市的人潮 就已经明显的回温了 从6月1号开始 夜市内更是全面的解禁 不强迫要求佩戴口罩 让许多店家都相当的开心 期盼疫情趋缓之后 能够带来更多的消费商机 东大门夜市里头满满人潮 记得水泄不通 一旁的停车场更是一味难求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逐渐趋缓 确诊案例也接连出现零确诊 让民众出游意愿大幅提高 也让夜市摊商都回别过去的消费低潮 对像昨天的话 人潮是真的蛮多的 回来差不多六七成以上 有回流的 有啊有回流 真的很多人 你有没有感觉希望回来的 很像有 应该陆陆续续大家闷太久了 以昨天来讲 整个营业额都是爆充的 应该未来到暑假之前 整个因为国外不能出国嘛 整个国旅转道花蓮进来 台东这个整个东部旅游 应该有另一波旅游高潮 从六月一号开始 东大门夜市也将放宽防疫限制 预计明天六月一号 就是整个进台东大门 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还是呼吁游客保持一些社交距离 啊我们门口部分还是会有 那个量亭的部分 还是会有 乐感应期还是持续 看到好久不见的人潮 摊贩们都好开心 纷纷期盼疫情能够持续趋缓 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廉价当中 带起一波消费商机 记者许立琴花蓮市报导